我在酒里快乐 我在哪里快乐 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 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 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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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 嗨我是天天 希望美好的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 真的很高兴再次和你相会在空中了 最近的你过得好吗 今天是礼拜一 Easy谈生活职场系列 今天要来聊的职场话题就是 爱操烦可能会让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远哦 我们经常因为一点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 就烦恼忧愁 情绪低落 然后停不下来吗 如果这是我们的景况的话 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带给我们一些 小小的启发 小小的帮助 好 天天要使用的呢是畅销职场作家洪雪珍老师所写的好文 洪老师说啊 他学英文呢 不只是学英文也学到了智慧 他说有一次线上英文课程教的主题是分手 老师向他们解释了emotional情绪跟feelings感觉有什么不同 当下他愣住了直觉 奇怪哦 情绪跟感觉emotions feeling不是同一词吗 究竟有什么相意呢 在深入了解了之后 他才了解到 哦 emotions指的是事情发生的当下 我们产生的感觉 那是一时的 是短暂的 feelings不同 他指的是事情过去了 但是感觉一直都在相对比较长 而且持久 这给了他一个启示 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该让自己的感受停留在哪一个阶段呢 比如说在职场 发生了不公平的事 当下会生气 这是情绪 后来会试过境迁吗 很多时候并不会 会一直放在心里发笑 过一阵子在说起这不公平的事 我们依然会感觉愤愤不平 这就是感觉 再来呢 有些人谈到了原生家庭 即使现在中年了 仍然感觉到受伤害 小时候的情绪成了永久的伤痕 痛的感觉一直都在 没有消失 甚至无法抹灭 当情绪扩大 变成了感觉 会让我们掉进 无边无际的 感觉黑洞里面 每当回想的时候 就舔着伤口 或愤怒或抱怨的 不由自主地 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爱者 自爱自怜 可能就成了我们 看待世界的方式 或是跟自己相处 跟别人相处的方式了 一般人碰到事情不如预期 情绪反应通常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发生事实 就事情发生了嘛 一般人的反应就是 意测 解读 然后开始想很多 也就是开始了认知 所以就去到了第二个阶段 会产生情绪 你的认知 会让你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 然后再进入第三个阶段 当这个情绪反应 持续不断地在心里面 工作的时候 发酵的时候 就会进入一个 长久的感觉黑洞里面 不知道是好的黑洞还是 如果是说黑洞的话 大概就会比较负面的情况了 而不是快乐的天堂 多半是掉入感觉的黑洞里面 而且还是长久的 如果不去察觉情绪 没有做正确的梳理 情绪压抑久了 就会转化成不健康的感觉 然后形成对自己的负面的印象 或者对别人有偏见的观感 对双方关系的错误解读等等 可是啊 洪老师说 他自己在这个英文课程里面 就遇到了一位 事业成功的同学 他发现这个同学呢 只存在着第一个阶段 没有后面两个阶段 也就是他只存在着客观事实 没有后面的情绪跟持续的感觉 这让他很惊讶 接着他注意到咯 不只是他这个同学 还有他身旁的一些成功人士 都有这个鲜明的特色 他们不浪费时间 去咀嚼一些不必要的情绪跟感觉 以免自己常会被怀疑的感受捆绑 然后就会寸步难行 他们通常不会去想太多 因为想象未必等于事实 而且很可能反过来会扭曲结果 既然如此 干嘛去多想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有一次啊 在上英文课的时候 老师鼓励大家要录制这个影片 那他这个成功人士同学 虽然是成功人士 但是英文不太好 就是坑坑巴巴的 所以在录影片的过程中呢 每次念英文就很坑巴这样 那换作别人 可能当下就有情绪跑出来了 因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所有同学的面前要录这个影片 所以胆免会感觉到紧张啊 焦虑跟觉得自己很丢脸 但这个同学并没有啊 他就持续地念 一直念到自己流利为止 这种情况几次以后 一般人会认为 哎呀自己英文不好啊 遇到英文的场合就会自卑感 油然而生 然后就静止嘴唇 不再说任何话了 闭嘴为上上之策 不过这个同学就完全不会回避 即使说的不好 他也不会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英文太破了不好意思 让大家忍耐了 总而言之呢 他就是客观事实就是自己英文不好 客观事实就是要多念个几遍 可见成功者之所以心理素质高啊 大概就来自于他们一遇到事情呢 不会情绪化 也不会借此来否定跟打击自己 会不会念英文单字对他来讲啊 根本就不是个事 多念几次就对了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但很多人就被打败 从此就不碰英文了 当然最后英文也学不好啦 类似的情况啊 实在好多啊 比方说觉得自己拍照不好看啊 就从此不拍照了 我觉得自己上台说话表现不好 就从此不上台了 最后我们都被自己的负面感觉给说服了耶 近几年 洪老师经常听到有人说 自己是高敏感体质 遇到事情会想很多很多 内心的小剧场啊 一出戏一出戏的轮番上演 非常的干扰情绪 干扰工作 干扰生活 很折磨人 那相对于这类高敏感体质的人 诶 你发现呢 通常成功人士啊 好像比较低敏感一点耶 或者说感觉迟钝吗 说到这个高敏感呢 以前有一本书叫做 高敏感是一种天赋嘛 这本书很棒 对于这个高敏感体质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 那说到这个高敏感呢 我也想到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 钝感力 钝叫持钝的钝 这本书就说 成功的人善用钝感 克服敏感 就说啊 一般人还没行动 就很容易先想各种危险啊 想着想着 各种情绪就跑出来了 接着就掉入了感觉的黑洞 陷入自卑感 内心的能量大大耗损之后 连小小的步伐都跨不出去了 怎么迈不向前行呢 成功人不是赢在比较聪明 或是想的特别多 而是赢在他们的行动力 他们愿意持续地去做 而且做很多 这当中有一个秘诀哦 就是在这个钝感力里面有说到的 这个秘诀就是 他们会限制自己遇到事情 就先停留在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看到事实 好 那就止步了 所谓的止步就是 不会在更多的往 不太好的方向去延伸 他们看到事实 然后开始往好的方面去认知 所以第二个阶段 产生的这个所谓负面情绪 就省了吧 当然更不用说 还要什么进入第三个阶段 掉入感觉的黑洞里面 成功人士啊 避免自己有太多的错误的认知 跟这个负面的感受 因为与其去想那些 不等于事实的东西 不等于未来 不等于结果的 自己脑补出来的东西 倒不如呢 专注在客观事实上面 只要洪老师的这个文章 说到这里哦 天天补充一个 我过去啊 参加一个沟通课程 真的很有意思 到了中场练习的时间 老师就让每一个人举一个 曾经让自己不愉快的真实例子 但是你要用客观事实来描述 有个同学举的例子是 我辛苦做了晚饭 老公却迟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家 一进门我问他怎么迟到了 老公竟然生气又不耐烦地对我说 我累了 你怎么不自己先吃啊 然后就不理我了 同学一说完 老师就提醒他说 嘿这位同学 请你用客观事实来重新描述一下 这同学就皱着眉头 有点KK的卡卡 再重新整理了一下词汇 然后就说 嗯 我做了晚饭 老公晚上八点回到家 一进门我问他 怎么八点才到家 老公提高音量 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我累了 你怎么不自己先吃 然后就坐在沙发上 闭眼休息 不知道为什么呢 当他重新重述完了一遍 这个事情啊 大家忽然就笑了 同学重新表达的这段话 他拿掉了哪些词呢 他拿掉了迟到 拿掉了生气 不耐烦 不理我 然后他多了客观的描述 就是提高音量 面无表情 还有坐在沙发上 闭眼睛休息 多了这个客观描述练习过后呢 他赫然发现 自己对整件事情的感受 不太一样了 没有当初这么的负面 这个沟通练习 在训练我们 遇到事情 尽量专注在客观的事实 然后进入建设性的认知 产生建设性的行动 后再回到了 洪学真老师的这篇文章 他说 人哪难免有情绪 我们就是人类嘛 那怎么做到 不产生负面的认知 不会掉入持续的 感觉黑洞当中呢 那么forgive 原谅是最好的办法 他说forgive 原谅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forgive 不是要忘掉对方的错误 或是帮对方找理由 或者忽略自己的感受 这个forgive 是要帮助自己 从怨恨中解放 重新感到自由 第二个forgive 不是因为对方有好的品格 而是要展现 我们的生命品格 所以结论就是啊 原谅不是为了对方 而是为了自己啊 一直不原谅啊 情绪捆绑的是自己 窒息的也会是自己 身在地狱里面的 也会是自己 所以原谅啊 是唯一的救赎 A红老师提到的这一点呢 就让我想到圣经里说的 要原谅七十个七次 这是耶稣提醒的 以及不要寒怒到日落 我们得学会原谅 才能做到不寒怒到日落 是吧 好 那么节目 即将要进入尾声了 最后呢 我要提的就是 在工作职场当中 你觉得自己会 不由自主的 或是说不小心的 被情绪给影响吗 如果希望自己 不要这么的 被情绪困扰 洪雪真老师 最后有几个提醒的重点 第一个 发生事情时 别想太多 因为你想的 未必是事实 第二 有了情绪时 察觉它 提醒自己 不要掉入 感觉的黑洞里 也就是不要寒怒到日落 第三 感觉不好的时候 试着建设性的思考 建设性的行动 原谅对方 解放自己 让心灵回到 平静和自由 以上这三个小建议 我认为 在生活 对人际关系 和工作之长 都非常的适用呢 其实天天 不是一个 对很多事情 太过敏感的人 但如果你是的话 希望你可以留言 或者是发简讯给我 你怎么学习 这个情绪管理 然后运用在你的 生活之长 或人际关系里面呢 希望我们一起 学习这个课题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